藉由彩绘活动 千万能够用色彩 光顾人生 高雄市团康训练协会 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 钢山农民之家 与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美术系 联合举办望某园区彩绘活动 带领三四十位志工为 墙面增添色彩 首先我们还是要感谢 我们高雄市团康训练协会 我们的邓老师邓秘书长 因为这个 我的父母亲 都在我们的钢山的农民之家 那我爸爸是在第一队 那我们这个望某园区 是第六队 因为我妈妈就住在这里 那三年了 我们也很高兴 这一次促成了这个好的姻缘 让我们的这个高雄市的团康协会 还有我们的这个 台湾世界青年志工协会 联合我们的高雄师范大学 以及我们的高雄科技大学的同学们 可以来这里为我们这个四字老人的园区 来做服务做彩绘 让这一二楼整个的墙壁 会变得比较活泼 生动 有色彩 那不只是这些四字老人 他们里面收容有一百个人 可是我们的照护员也有六十几个 包括我们的护理师和我们的照护员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他们在长时间工作 照顾老人的这个过程里面 也能够有一个像家的感觉 不会那么辛苦 这个非常感谢我们这一次 这个所有的同学小朋友 也感谢我们荣家主任啊 队长啊给我们这个机会 在荣民之家 望我园区一二楼进行强面彩绘 可以刺激长辈视觉感光与记忆力 并让环境增添活泼的气氛 十番新闻环会如欢凯杰高雄采访报道